好,我們是第十二組 組員有顏晨浦、陳俊宇、陳永俊 然後林軒陽他沒有來 他也沒有參與這一次專案 我們是想要製作一個遊戲創作交流的平台 然後名字叫做GS 然後就是想要 就是我們一開始做Lab5的時候 是做Contrast 2來製作遊戲 然後後來做出興趣 然後想要寫一個網站 可以讓大家把大家做的遊戲放在這個平台上 然後可以分享 這是動機 好,再來是遊戲的介紹 先開網站 好,我現在先打開我們的網站好了 按右邊 欸,打鞋,打鞋,打鞋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設計的網站 就是,就是這樣子 我們有加有一些小功能 像是,所謂說 因為我們是想說 因為我們是想說 自己先把設計的那個 Lab5是知識的遊戲先丟上去 然後就想說 可以先投票 或什麼 欸,這有沒有好玩 欸,相當好玩 然後你就可以按一下 然後就有新增 然後就,會有比例 就可以交流的時候 可能還有加油 然後這裡比例就會調整 然後這裡是 然後還有什麼留言板 你可以在上面討論說什麼 還有什麼建議什麼的 對,然後就可以流上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 然後還可以回應 就可以寄信給我們 然後 然後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小遊戲 就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嚴城埔他製作 然後我們請他講一下 還有實際玩一下 謝謝 那遊戲要貼到什麼 基本上這個遊戲分為7關 然後前4關的話 就有點類似那種 小朋友上樓梯啊 就是 就是基本上一直往上跳 然後 中途會有一些 小怪物啊 會干擾你 你碰到的話可能 就同一關重新開始 然後如果你掉下去的話 就會回到你 就會去到那個 你的 下面那一層的那一關 然後 後面三關的話 屬於橫向射擊遊戲 就是 把怪物射死 然後就可以一直打 然後打到最後一關的話 可以打魔王 然後中途死亡的話 就會重新 開始這段 然後 然後 我們來實際 玩一下 我幫你玩一下 因為 農量太多 我剛想說 農量收太多 因為 有點 農量有點大 所以要慢一點 不然 我們先 可以想要跑嗎 好 幫我們先 介紹下一個好了 欸 好像快好了 幫你先跑 大家下一個小遊戲 是 小鳥下樓梯 讓他跑一下 這個很短應該很快 怎麼這麼慢 好 我們現在可以先跑 好 先跑 往前往 沒有 欸 好了 你會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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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小鳥 然後 他的目標就是下樓梯 然後只要碰到炸彈的話 就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 好 這樣 就是往下降 就會到下一關 下一關 那個 鳥 這就是過關的樣 哈哈 糟糟糟糟 好 好 他 發展會往回來 然後 哈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一點手慘 等一下 好 大家 看到大戰就會回來 就這樣子 反覆 然後 有 有bug是 直接跳到最後面 就可以倒下來 哈哈哈哈 好 這樣就過關了 這只是小遊戲 還沒有完全做 然後再來是 這個 這個比較厲害 好 我要回來介紹我剛剛的那個遊戲 首先 先隨便按一個鍵 然後 這就是像小朋友上我的第二關就一直往上跳 然後如果你碰到怪的話 會回到剛開始的那個地方 往上 往上 你不能碰到第四關 他那個很小 欸 玩到了 你不能碰到第四關 然後 這是第二層 好 走 捷徑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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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畫的時間很久 這太久了 啊 好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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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有四層這個 然後到了 第五關之後呢 就開始射擊 可是 然後 破不 就不能這一條射擊 可是 跳關的 他說你 他說你沒有射密碼 射密碼 欸欸欸欸 作弊 作弊碼沒有這個欸 馬上就是一直往上破了啦 可是太難破了 好 不然你先 你先 好 好 不然你先 然後 接下來就是我做的 花枝保衛站 然後 欸 好 為什麼叫花枝保衛站 如果 就知道這個圖的人 就會知道為什麼叫花枝保衛站 然後 我們就是可以用上上左右控制 然後用那個 這個 沒有很噁啦 然後 然後 然後可以控制這個槍 然後你射 你就可以射他 因為他是怪物 然後我本來想要把他追著你跑 可是我發現 這麼多人追著你跑 你好像一下就死了 然後 我就想說算了 然後就 喜之在那邊跑 然後 然後開始射了 然後就會很吵 他會五命 然後 然後他死的時候會叫 就差不多這樣子 你看 等一下我遠一點 我幫他跑過來 然後他會尖叫 然後 因為 所以 我不能打他破關 因為他有四十幾隻 我非常 有點久 有破關 有破關 有破關畫面跟音效 可是我覺得 這個時間上有點問題 然後 我現在示範一下 假如我被抓 因為他有血量 你就被抓太久 他會失敗 然後我 刷一下失敗的案例 然後 一多 然後 被抓 然後 然後這就是失敗的畫面 然後 這就是我做 花枝滑會戰 就這樣 然後 我們剛剛BD講到一半 好 那我們繼續接下去 好 換 好 好緊張 欸 自己按開什麼 好 這是剛剛的遊戲介紹 好 再來我們使用的技術是 遊戲是用Constras2寫的 然後 圖片是用那個Photoshop剪接的 然後因為我們網站不會架設 所以我們用那個 XAMPP 用來那個 把電腦 做成一個 網路的空間 然後可以直接 讀取 對 好 困難就是 我們一開始就是沒辦法 把那個遊戲放到網頁上 然後 然後是話還是問的同學才知道 用剛剛那個 XAMPP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我們還 還不能解決的是 因為我們 不能讓其他 那個 他們可以上傳那個 網址 可是沒辦法 直接把遊戲丟上去 所以 這是我們還沒辦法解決的地方 然後 分工的部分就是 就是一人做一個小遊戲 然後 PPT是研程譜寫的 然後 那個 架設網站跟討論區是 陳俊宇 然後 另外一個 因為他都沒有參與 所以沒有打上去 好 未來掌握 嗯 因為這個 我們是做那個 遊戲創作的交流平台 就是我們 未來希望能做的像 那種 就類似史萊姆 或者是 頂嘴相 那種 網站 就是可以讓人家 欸 就是也可以讓人家 玩小遊戲 然後也可以提供那個 網友 就是把自己 製作的遊戲上傳 或是連結分享給 那個 就是有瀏覽這個 網站的人 試玩 然後分享心得 然後 也可以互相討論 就是 就是你要做某種遊戲 然後 需要用到的那個 軟體的那個 應用 還有製作期間 遇到的困難 你可以在這邊討論 就互相交流平台 就是未來期望 報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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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遊戲可以完全 好那 會 好那